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去看看罪魁祸首 然后现在我们要去做早饭了 是我要去做早饭了 他要去做早饭了 他要去做早饭了 走 跟着他一起去 今天要做的小馄饨是这个 是河马工坊 就是在那个天猫生鲜上可以买到的 我觉得还挺好的 他现包的这种小馄饨 然后料包也都给你配好了 直接这么吃装好 现在我就是一个美厨娘的身份 然后他这个小锅锅 它上面还不是有一个蒸笼吗 之前跟你们说过的 然后我在网里面放了一些蒸饺 这样一会煮那个小馄饨的同时 就可以把这个蒸饺一起给蒸了 所以yes 我们就来做早饭咯 然后现在就是把所有的料都放进去 就是这样 里面有香葱 紫菜 然后料包 还有这个小馄饨 打算灌成小火 让它慢慢煮一下 然后同时呢再把这个蒸饺放上来 它这个是这样正好就卡住了嘛 然后它可以利用下边的蒸汽 然后把上面的饺子再蒸熟 哈喽 我们现在出门来了 外面大家能听出来风很大吗 哈喽 我们现在出来了 因为今天不下雨了只刮风 所以我们打算出来 然后去一家免税店 对 离我们不远 所以 yeah 我也是去工 他们展示一下我的小书房 我们今天出来逛一逛 因为雨停了嘛 只有风了 我们现在来越达889 这边有一个中复免税店 然后打折 结果刚才进去过人山人海 就是属于结账要排两个小时那种 然后我们就决定算了 又出来了 我们看见一只超可爱的小法豆 你们看在这儿躺着好可爱啊 所以我们现在决定就去商场里逛逛吧 因为免税店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们来买喜茶现在 你想吃冰激凌吗 七夕冰激凌 我想吃一些不是那么甜的 然后特别好喝的 有芒果或者椰子 应该没有椰子但是能有芒果吧 嗯 来看一下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四的早晨了 这周因为没有什么新鲜的事 所以就一直没能拍视频 现在早晨但是我们刚刚出去办了事回来 还是我们一起去办我们的那个居住证了嘛 正好有时间就赶紧去了 然后我早上因为刚起床 所以我就想说嗯办个证 就也不用化妆了吧 就这么去吧 然后我就这么去了 结果到了那儿发现 人家是要当场给你采集拍一个照片 然后最后打到你那张居住卡上的 所以耶 我可能到时候拿到居住卡上 就会是一个素颜的我 那天在网上买了这个维他奶豆奶 嗯 是因为我们最近都发现喝牛奶 肚子还是会有点不舒服嘛 然后就想说改喝豆奶 然后每天在公司楼底下买那个Manner的时候 我看他们的豆奶奶铁拿的都是这个奶做的 感觉应该还不错 所以我们就得自己买了一盒 然后可以拿它做咖啡 hello 然后我现在准备就快速的化一个妆 哦 我怎么现在感觉脸在像这里这么红啊 嗯 然后因为我那天拿到了一个那个蓝蔻的粉条嘛 然后想说正好我自己也没买过 然后也没试过这个 就拿到镜头面前来试一下 看看它到底有没有说的那么好用 嗯 我这个色号是01 嗯 大概就是一个这个样子的黄调的感觉 它其实也不是说特别黄吧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中性调的感觉的 然后我们把它涂上脸试一下 我刚才就是打了一个比较滋润的妆前 没有弄别的 好画几道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拍开试试 嗯 它确实还挺奶油的呀 这个不是恰饭哦 这个只是 嗯 因为 工作机会 所以可以接触到一些产品 然后就想着说 嗯 有这种比较火的 自己有没买过的 可以拿来试一试 它遮瑕还挺高的 但是这个色号就是比较偏暗 也能理解为什么当时火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这个色号不好调 但它真的是好奶油啊 就是抹在脸上 有那种超级超级顺滑的感觉 然后 真的就像奶油一样的就融在你脸上 遮瑕力嘛 嗯 中等吧 中等片上一点点 就基本上 会把你的一些小的瑕疵 比如说 嗯 红雪丝啊 什么泛红啊 这种能遮住 但是你说那些豆叶什么的 肯定还是需要单独的遮瑕膏 嗯 就这么稍微拍一拍 起码你整个人的这个脸色啊 气色就是好起来了 但遮瑕就不是很高 嗯 好那我再自己叠加一下遮瑕膏 然后就算化完这个底妆了 遮瑕膏我最近一直非常爱用的是 makeup forever的这个遮瑕膏 这个遮瑕膏我买了一个浅色的 一个肤色的 浅色的拿来体量 肤色的拿来遮瑕 然后它这个遮瑕膏吧 它这个刷头还挺大的 而且抹开之后是这种 也是非常非常奶油感的这种 所以它非常容易的就推开了 我记得这个是曾经 某一次看Emma 在她自己视频里推荐过的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试试 然后结果没想到还挺好用的 嗯 忘了是不是她推荐的 反正她肯定推荐过一次 然后后来有一期去 去斯福兰的时候 贵姐也给我试了一下这个 然后还挺惊讶的 发现挺好用的就买了 Hello 大家好 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 昨天下班回来都没有怎么录 是因为昨天就真的是超级累 然后头超级疼 然后一直到晚上12点 然后我就赶紧睡了 我觉得太累了 然后今天早上才起来 收拾好了 化好妆了 然后 哎 我觉得我好像眉毛没有染气 Anyway 打算现在就出门了去上班了 然后带着购物袋 带着相机 因为不知道下班会和马哥去干嘛 所以 呀 先都带着吧 然后一起去上班吧我们 哦 我现在终于 我今天一天超级累 就我这一周都超级累 我最近就是做了很多非常非常烧脑的工作 于是我今天是真的认真的讲 感觉到脑子在燃烧 就是你们知道电脑 你过度工作的时候它会发热嘛 我今天就觉得我过度发热 然后我就整个人都在发烫那种感觉 啊 Hot babe Hot babe 现在终于要回家了 哎 我们现在回家了 然后我刚才在我们那个公司楼底下的面包房买了好多好吃的 还都挺好吃的 然后 我有 惊喜给你 你的小眼神已经眼巴巴的叮 首先现在是这个你上次非常喜欢的这个 哦 这不是那个能舔的那个东西吗 它叫什么呢 这是奶酪的那个 哦 能舔的那个小奶酪 哦 对 能舔的那个小奶酪 最后一天你买了小梦糕 然后这个是重点 这是什么 你猜猜看 小蛋糕吗 你猜猜看这个是肉吗 是肉吗 哇 这是不是芒果奶酪蛋糕 对的 你给它们展示一下吧 哇 你给它们展示一下吧 嘿嘿 这个就是我买的 看起来超级好吃的蛋糕 因为它超级喜欢芒果 上次我在弹幕里看有人说你是芒果椰子狂魔 对的 它就是这两个东西都是非常爱吃 就是这个热带水果 这闻起来还不错 它是一个这种 Tart 就这种塔的形状 好 我们准备晚上happy一下 然后再拿出来我们之前的那个气泡酒 准备喝一点气泡酒 跟我一起去拿一下 我们上次喝的觉得还挺好喝的 我们其实有两个选择 这个是我们上次买的白葡萄酒 其实挺划算的 因为它不贵 但说实话没有那么好喝 不如当时在法国买的那些 对它太甜了 所以就是我们一般会弄这个 然后自己再对一点 对的挺好 嗯 那挺好的 放了柠檬 然后我们准备我们的冰箱 我们准备再兑一些这盐中盐气水进去 这样兑着喝 大家如果就是喝酒的话 其实也可以就兑一点那个气泡水 这么喝 挺好喝的 其实我们那天就 马哥那天吐槽的就是我还买了 这个气泡酒嘛 然后冻着 我们那天打开喝过一次 觉得这个也挺好喝 这就没有那么甜 而且酒味浓一点 这个还不错的 马哥就像一个调酒师正在寄情调酒 跟着她的屁股后面走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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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 今天星期六早上起来了 我给你们讲 我现在完全肿了 我肿了 还是跟她的她没肿 然后我们早上起来先正在做早饭 她正在弄咖啡 然后还吃了我们昨天买的小面包 哈哈 还吃了我们昨天买的小面包 买的是这个 如果有看过很多我法国vlog的同学 应该对这个面包是有印象的 这个就是在法国最常吃三种面包之一 一个是快蒜 一个是板奥朱克拉 一个就是这个葡萄的面包 就是板奥黑蒜 我觉得我来尝尝啊 他这个做的还挺好吃的 现在她正在煮湾仔碼头的云吞 在那个小熊锅里煮 这个小熊锅 然后他还准备热一个午餐肉 刚刚在小盘里切好了 现在他正在煎午餐肉 然后味儿特别香 哦 没事吧 宝贝 碰到了 小心哦 宝贝 然后这个小云吞也快好了 然后我现在又打了蛋进去 就把它们蛋这样铺在肉上面 直接可以打成一个圆圈 一会儿再把蛋给搞熟了 然后就可以吃了 哈喽 大家好 我现在已经梳妆完毕了 准备出去变美丽 我打算 因为我之前接的那个睫毛 全都已经掉了嘛 打算重新去接个睫毛 然后咧 对就这样 穿了还是我这件橘色的T恤 换了个嘴唇 这嘴唇是3CE的 我把色号打在这我觉得挺好看的 然后带了个这样子的耳环 对的 我们走吧 然后我今天准备 背这个小包包出去 之前好多人都问过这个包包 这个包包是Rebecca Minkoff的 也是一个美国的轻奢品牌吧 我觉得他们家的包都还挺好看的 然后小小的很多也都很实杯 像这个又可以斜块又可以剪搭 唯一就是这个链条稍微有点沉 这个是我当时在那个法国的时候买的 是从他们美国官网寄过来的 然后很幸运的还没有被睡 然后一会晚上可能和马哥去加勒福 所以我要带我的这个购物袋 这个购物袋是我特意让我爸爸 从北京家里寄过来的 因为我实在太喜欢它了 我连回国的时候 这个Monopi是法国的一个连锁的超市 就像加勒福一样嘛 然后它会出自己这种小购物袋 然后经常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配色的 这个就是一个那种很热带风的花 我很喜欢 然后之前还有很多可可爱爱的 我还买了一个红色的也很好看 现在来的这一片呢就是鱼园路 这条路上就是超级的漂亮 然后这个呢是很有名的 一个叫做鱼园咖啡公司 这里面卖那个鱼园板货公司 这里面卖一些买手电的衣服呀 还有一些咖啡就是都很好 这条路真的超级漂亮 就很有上海的那个感觉 我弄睫毛之弹那个店就离这儿不远 然后我现在往那边走 我这一次换了一个这种 有点灰蓝的颜色 这里有点太发灰了 然后我现在呢来了 刚才给你们介绍的这个咖啡 想说路过了这么多次来尝一尝 我买的咖啡上了 我买的是一个叫做咖啡汤粒 它就是在汤粒水里边加的一瓦 Espresso 看起来还蛮奇妙的感觉 我来喝一个试试 它还挺好喝的 有一点淡淡的那个柑橘的味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汤粒水的原因 然后一口下去 美食它那个烘焙度不是很高 所以不是很酸 然后又有一点气泡水的那个口感 这还挺好喝的 现在马哥来找我了 我们一起去吃晚饭 我们在渔安路上 这块不知道今天有什么活动 我看起来好棒 刚才说看到了想吃 要么烧卡跟火锅 重口味 然后我们就找了一家 反正离这也不是很远 然后现在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来这儿吃海鲜烧烤啦 然后现在在点餐 然后全都是我们喜欢吃的东西 这感觉到蒜儿很大 可以吃到那点蒜 它就是每一个都上得好慢 一点一点上 这年糕没想到也挺好吃的 还有一个卤 好吃吗 好吃的 他们这个海鲜太好吃了 烤袋子 我们很少吃袋子其实 而且它很鲜甜 又是蒜蓉的 我们最喜欢了 真的好吃 他们家真的给100分 哈喽 我们现在已经到家了 然后准备卸妆了 外面就今天超级热嘛 所以一天走下来就很糊 然后卸妆呢 我今天想用的是一个新的 是马上要上市的一个新品 是完美日记家的卸妆水 这一款呢叫做白胖子 因为它白白胖胖的 是一个氨基酸温和型的一个卸妆水 然后你看它整体的这个包装 看起来还挺有质感的 是这种透明 但是磨砂感的包装 然后圆圆滚滚的也很好拿 上面呢是一个盖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把卸妆水 从这里面挤出来 然后这一块有一些解释 那这个我拿到之后 其实今天不是第一天用 我那天刚收到 就已经用了一次了 我觉得整体来说 首先它卸妆力还是可以的 而且其次呢 它这个水挺温和的 就不是属于那种很刺激 它比较温和 而且擦完之后也是 在脸上还会有比较保湿的感觉的 不像我之前有用过一些卸妆水 就你擦完之后 脸会有一点点那种倒拔干的感觉 那这个擦完之后脸还是觉得很润很润的 然后我可以给你们擦一下看看 因为我今天脸颊上还是上了粉底液的 就我现在把它倒到化妆棉上 然后我们就这么擦一下 你们能看出来吗 就其实擦了这一下 马上就已经擦掉了 就它卸妆力其实还挺强的 我那一天用完了之后 其实我最喜欢的一点是 它在卸眼睛的时候 就流到眼睛里没有什么刺激感 因为我之前有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都还在用卸妆水卸妆嘛 平时因为就上班啊 化的可能就比较淡 然后就觉得卸妆水擦一擦 一个是比较方便 一个是现在天气热 其实有时候拿水这么擦一擦 觉得还挺清爽的嘛 然后我就之前卸的时候就会发现 有的时候它进眼睛就会有一点沙的晃 但这一款是属于就是 你即便擦眼周眼睛 我觉得都还挺温和的 然后后来看了简介才知道 是因为它这一款水是 没有添加酒精 没有添加香精 没有添加矿物油 然后它整个的PH值 是非常接近人工泪液的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你擦到这个附近 你也不会觉得它很刺激你的眼睛 你们看我擦了两下 就这两张化妆品已经擦下了很多东西了 它这里面还有一些B5的成分 我之前不是经常推荐李富全的那个B5用来修复吗 所以它这个涂上其实是有一点点那种舒缓的感觉的 就是整体用起来真的还是挺舒服的 它在有卸妆力的同时 就是使用感又非常的舒服 底下这个痘痘破了 它这种好就是痘痘肌的话 你拿在擦的话擦痘痘不会有那种煞的慌的感觉 我以前疯狂长痘的时候就也很喜欢用卸妆水嘛 而有些它那种因为以前油皮就非常爱用那种里头含酒精的那种 觉得干净 但其实那种擦到痘痘的话就会很疼 这个擦到痘痘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就还挺舒服的 最近正好也是没有卸妆水的 然后他们寄给了我这个我就觉得很及时雨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卸妆力的话 卸眉毛 我现在眉毛虽然是闻过但是因为不是染头发了嘛 所以我现在每天还是会拿一个染眉膏把眉毛的颜色染一下 那染眉膏一般来说都是比较难卸的 然后我们也是现在来敷着看一下 但就是在这上面稍微敷一会儿停留几下 然后我这么一擦 你看这个染眉膏就被擦下来了 感觉还是挺快的 这个眉毛就卸好了 这边也是敷一下 然后就下来了 就它真的卸的还挺快的 所以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然后再卸一下口红 口红也是我今天涂了一个那种比较哑光持久的那种 你看我今天出去一天喝呀吃呀 就掉完了之后还剩这么些 所以它是沾得很持久的 我先往嘴敷一下 很多人卸嘴巴的时候 千万不要就马上开始时间搓 因为其实我们的嘴巴的皮肤也是很脆弱的 因为那天突然有一个人私心问我 说感觉我好像没有太严重的唇纹啊什么的 问我平时是怎么保养的 我觉得就是真的方方面面都得注意到 你像这种时候你就不能使劲的去擦它 我一般卸口红就是会把它这样倒好了之后 然后叠起来 然后这样敷一下 敷一下 然后之后让卸张水完全的渗到你的嘴前的尾翅 然后再左右这么晃一下 一般就可以比较完整的卸下来了 好那总体来说呢就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完美日记即将要上的这一瓶水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好用的 而且价格也不贵 又有500毫升容量也挺大的 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哈喽大家好 现在已经是星期二了 然后这一周马哥又出差了 所以呀依然又剩我自己一个人在家 我现在刚回家外面好热 我每天基本上从地铁站出来之后 要么就是走回家 要么就是骑车回家嘛 然后最近其实晚上天气凉快下来了 就是骑回来没有那么那么的热 走回来其实也还好 就是有小风吹着 但是就是一进家就会开始觉得超闷 然后就必须得开空调才可以 我现在就正在等着外卖来 因为自己就这一周这两周吧 其实都过得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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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累 因为我的工作其实属于那种比较烧脑的工作嘛 然后之前我知道也有很多人很感兴趣 我现在在做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 然后之前发的那个问答视频 虽然我还没有录 但是我会录的 然后我打算录的时候把工作相关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分开 就是具体关于找工作呀 然后怎么样准备找工作呀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 我觉得可以就是专门出一个视频 跟大家聊一聊我的经验啊 我的经历啊 还有一些小心得啊等等这些的 然后我今天回家之后呢 我收到了快递就是春游家 我觉得春游家每次衣服上新 就他们这几次上新的衣服都好好看 每次都是上一个月的买了还没发货 然后下一个月的预览就出来了 然后又是每一个都很想买 我刚刚给自己做了一个汽水 对还没给你们看 上次的这个指甲实际上在这个光下看是有一点点偏灰蓝的这种 然后我刚刚自己做的汽水还是用盐中往里面挤柠檬 我发现盐中盐汽水真的很好喝 我以前没有喝过盐汽水 然后那天我也是才知道这个原来是这种 就是上海本地的一种市民饮料吧 因为我那天出门看见一个老大爷他在我前面走 然后也是拎着一瓶这个走来走去 好说回来呢我刚才收到了快递 有春游家盛行我买的的其中两件到了 一个是他那个麻花的针织马甲 是一个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种马甲就是很百搭 到了秋天的时候里头 比如说穿一个白衬衫 或者穿一个普通的白衬衣 第一就是穿这个就很好看 然后他做的版型也是这种比较短款 但是比较垮垮的 幸亏我没有买再大一号的 我这个买的是S的 对然后他穿起来就是这种比较垮的感觉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个留着秋天再凉一点穿 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西裤 也是他上一期的一个买的 然后感觉看起来应该还不错 因为我很喜欢的是 它是这种就是有点锥形的嘛 大腿宽 然后小腿稍微收一点点 而且他小腿的这块有一个不规则的剪裁 就也还不错 等我一会儿晚上穿上试一试 我现在就是特别的热的情况下 我是真的不太爱试衣服 就换来换去的就觉得很烦 对的 我现在这一块有一点点乱 如果马哥知道我又把这一块弄乱了 他一定会非常的生气的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聊聊天吧 就是其实关于工作的问题 我现在已经算是入职有一个月多一点点了吧 就觉得工作其实还真的是挺累的 尤其我做的这个工作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嘛 是比较富有创造力 就是比较烧脑的一个工作 我其实现在在做的东西呢是marketing 可能有人也已经猜到了 我看有人曾经在下面留言有说过 好像问我是不是做marketing的 是的我是做marketing的 但是我做的marketing呢和 大家可能印象里那种说 怎么把这个产品打向市场 的那种marketing不太一样 我做的呢主要是development marketing 就是偏向于产品开发一点的这种 但当然了大家知道就是管培生 它这个制度的话 它相当于第一年是轮岗嘛 这个部门只是我的第一岗 那我之后很有可能还会到一些 更local team一点的团队里去参与 那那些team做的marketing相关的工作呢 可能就是大家印象里那种说 怎么把产品卖得更好 更多的能打到市场里 或者更多的能卖成爆品的 这么一个团队了 那现在呢我做产品开发相关 我主要做的是脸部彩妆和唇部彩妆 那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会接触到很多色彩相关的东西呀 还有很多研究质地呀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平时 也比较喜欢去尊严和研究的一些东西 也算是把我自己的兴趣带到的工作当中吧 就觉得虽然是很累很辛苦也很烧脑 但是当你不断地磨自己不断地磨自己 然后终于能有一些成果的时候的 那个成就感还是挺好的 尤其像这两天就是包括上周吧 就我一直都过的是超级超级累那种 因为是这样我们在这一个部门的轮岗 就是三个月 三个月的话基本上你刚进来第一个月 就是熟悉熟悉情况的那种感觉 然后觉得时间一下就过去了 然后马上你就发现时间没多少的时候吧 你就真的是需要尽可能的多参与 然后多做一些事情 但这个时候呢你其实自己的这个能力呀 包括你自己的知识储备 其实作为一个新人都还是不够的 就是我现在每一天也在不停地去push自己 然后让自己能更好更快地去适应这个工作 然后说到最近比较烧脑的工作 我最近正在做的呢是为一套要新发售的产品去想一个它的concept应该是什么 就是它的卖点是什么 然后它要怎么去创造出来这一个这一套系列的一个概念 这个工作确实是挺烧脑的 因为大家知道像这种化妆品广告 其实它很多时候它的广告词广告语都是很有意思 或者让你觉得是很犀利的一些话 那这些话其实背后都是有一套人 他们专门的团队就是在想这些东西 创造这些东西的 那这个呢就是我现在所在的部门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玩也挺开心的 然后其实之前也有人问过说我能不能带着相机做一些工作vlog这种形式的视频 其实我之前也有想过就是可以拍一拍 让大家跟我一起去上班过一天的类似这种主题的视频吧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部门呢 它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接下来两年的一些发售的计划呀等等的这些东西 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偏机密性的东西 所以我不是很方便说在办公室里架相机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去拍我工作vlog 但是之后如果说再进行接下来其他业务内容的轮港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找机会就是多拍一拍工作相关的 OK好那就今天先聊这么多吧 之后我会单独拍一期视频给大家讲一讲找工作相关 因为马上秋招又要开始嘛可能新一期不管是大色的学生啊 还是马上研究生再有一年要毕业的学生都要开始面临找工作的这个问题了 包括我最近也收到了很多很多私信就是问我说关于在大学期间如何 比如说参与实习参与活动好让自己可以更get prepared for你之后要找工作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还挺有的聊的话题的 然后之后我也会自己稍微写一个小提纲 然后找一个时间把这个视频给拍出来 好那这一期vlog也就先到这吧 那之后呢我也是计划利用周末的时间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上海不同的地方 然后把这些游览的过程啊也都拍进我的vlog里 可以让我的vlog就是更有趣一些 然后依然也是如果大家有什么很好的想法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告诉我 我尽量都满足大家的愿望 好那这一期就先到这吧 拜拜我们下一期